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每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信大浪 做你自取美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 開戶立本 華禁二 各位早晨 昨晚美股又來上演這個大地下 早段訓前都還可以 但當然不會說 又彈了 立刻又說要罵 甚至其實很多 指數未真是下跌 但很多已經穿著一些 最近的支持 昨晚三大指數再跌的 跌0.8至1.3% 甚至中概股層 會不會有明顯的動力呢? 昨晚全線是高開 因為港股昨天有大舉資金流入 令到中資科網股大彈 昨天的中概股都是高開的 但高開後看到 早段看到一些股額 看完之後就應該還未會追入 因為都沒有時間去看完美視 應該沒有特別去意的 要做的事 昨晚就 昨天一直在開始 其實美股開始下來 應該不是第一天的事 一直延續著 整個收水的沽壓 究竟收水的影響是否有多大? 最主要是資金 正在行動 今天早上的期貨 也不是很彈 VS去到25 昨天 集體是一個向下 基本上全線是低走 科技股其實跌幅特別強勁 我們首先可以去看看納指 這裡就開了納100指數 還有另一個可以關注的 就是中小型股的指數 甚至可以開了ARKK 因為我這個都多人看 首先ARKK 其實如果你看整個走勢 應該是開始 即是破一些什麼位置向下 就有一天四 應該是在 其實甚至去到去年年中 去年年中 它已經開始一個跌破向下 但中段有去反彈過 因為大約是在 10月那期 再拉升了一陣 跟著才破底 所以OK 中間會不會有機會反彈呢 你叫做 之後呢 中間是這個 這裡做了那個 917那裡 就也是穿埋 一直在滾向下 暫時它都還沒 還沒真的見到 有個反彈的苗頭出來了 這個也都是 印證著很多的成長股份 在一個的 整個全球收稅之下 那個跌幅是多強勁 這個純粹叫做一個參考 因為是那堆股的一個標的 它現在應該就真的撐得住 就是Tesla Tesla 因為Tesla 自從轉型 各樣的情況 越來越好的業績之後 已經是 大家就變了 以及入了S&P 就變了 稍為脫離那堆 因為那堆 很多就全部都還在截錢 它是用一個分散 買很多成長股的做法 成長股一早撐進來 如果是一個 看位走的做法 就應該一早已經離開 甚至連尾 很多資金湧進去 BigTed 想作為一個避風港 已經變了位 很辛苦要走 你那堆應該 其實應該減了很多貨 我都已經減了很多貨 應該持續的都 不太多 應該就沒有成長股 BicTech 其實都甚至下了 都待會再看納子 這個也是我想近期 例如你看到 原來是 不能夠 即是單憑 Conviction 他們經常說 單憑Conviction的長渣 對於散戶來說 其實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如果你是 我們很多時候會說 你穿這位走 可能你就沒有那麼 我現在游幾千周 但是你是在跌市裏面 起碼控制風險 這件事非常之重要 另外 看完 ALK 滾到這樣 因為它高 跌了五成 當然前一年是厲害的 不是說它表現差 你拉回牆 其實 可能滾成這樣 很多人會 如果你看回前一年的表現 其實是 升了一倍之後 跌了一成 譬如現在 75 如果你跟2020年3月比 其實那時是三十多 如果你用那時 疫情底 這樣對比 其實還是有升了一倍 如果這樣去比較的話 我們看回那個 納子 因為這一堆 就應該一路下 亦都是一路建議 不要在落的時候 鬧 去想 這個價值 跌得差不多 這個比較難計價值 尤其是本身是虧損的企業的話 另外就是納子 納子應該就是看12月底 12月底 都是破了很久 破了很久 中間有彈過 是不是臨分前走了 就要擔心 其實真的完全不需要 因為你向下破 都是守回紀律 守回紀律 是真的用來幫你報本的一個方法 我想美股或者很多指數 其實一個12月底是一個參考 這裏 之前應該都畫過 它破完之後 它除非再破頂 才可以完成整顧 如果不是 因為向下是看支持 它是在破支持 向上 除非它再突破 但是完全沒有 那個彈力其實不是很足 現在繼續向下 不過 如果要選擇 都不選擇納子 因為 又是 它整個長程度 很長 就是長的勢 還是強的 現在完全沒有打破 雖然危機是有 不過始終造淡是一個比較高風險的操作 如果大家 非常之高手 或者可以做到非常之短線 就 可以自己看 但我不會太做這方面的建議 還有想看 昨天都已經看過了 其實 就是 AAPL 純粹是其中一隻 站到最後的科技股份 這裏應該是看 這個應該就不是 指點也好 總之就是 其實那個位置 就是看167 就是10月中的那個位置 其實AAPL前天都已經是破了 又不可以說是轉弱的 高位調整 但是創完新高之後 調整幅度 有機會可以很大 所以都是不入場 這方面 很多美股暫時大部份都是這樣 是有個別 有些 另類的人 就是 或者可以說是 類似價值型那類 暫時還是跑贏 還有一些 軍工股 之前的軍工股 都是 這期都升的 還有這裏想看 羅素2000 又不是今天才穿的 應該在這裏 這裏參考 大約是 2000左右 2085左右 這裏 其實這裏由3月至今 那個橫行底 都穿了 其實前幾天已經穿了 這個橫行底 橫行底穿了 其實就 等於破了一個橫區硬底 開展了繼續向下 這裏也是相當之危險 這裏急調完幾天也是 但不出奇 好像那納字一樣 但是就不要 少少少彈就立即要衝進去 這裏就是最容易 陷阱這班人 最容易是 蝕得多的 最容易輸得多錢的一個階段 現在還在炒收水的浪潮裏面 就應該未必那麼快 可以去看這裏 其實個別那些 很多已經下來了 只不過現在 連指數 指數的滑行底有出賣 指數是一籃子 其實跌幅是在持續擴大 而跌的股份也都是越來越多 我們看看現在港股開出的情況 恆生指數 都是 是不是今年反而是港股去跑贏了呢 昨天中概股見到 全部都是做好 不過見到這組段都有輕微的沽壓 中間震盪 所以就沒有了 就睡了 今天港股都是 這期都算跑人的 未估的 現在恆生指數低 開54點 開步24897點 都是 我們都關注一下 究竟港股是否有一個 轉角見底的可能 因為昨天 就是非常大的成交 很多時都是這樣 你的消息不是那麼重要 你的放水其實是趕著一大論的 但是放水得來 你都要國資金到才行 昨天就都很大的成交 而去拉升 788點 是一個近期來說 比較少見的一個買力的表現 今天稍微落一點 真的很輕微 只有54點 開步2萬4千897 恆生指數昨天突破了月中的阻力 下面可以看的支持就是24112 現在可以這樣看 個別股份都應該是差不多 這個去看的情況 我們看看現在的港股 成交暴房上面 暫時都有幾隻有移動一下 包括有邦升4% 大成交做第一位 巴巴跌4% 網易跌3% 農圓電力跌4% 都是幾隻 其實在昨天彈完之後 就縮一點 因為昨天很多時候 說衝得厲害 都回回一點 例如看那隻巴巴 因為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說 你港股大聲源 美股那裡高開 高開之後 它不是很有力 所以昨天晚上 就不是太想去做這一邊 現在你可以說 它還在124.2以上 這裏震盪 如果有課參考 就是下面的防守位 124.2企穩就先拿著 無論是一些工具 還是一些證股都是一樣 或者看看小時圖 小時圖會比較 因為剛才那個開市收市 你就要等收市 如果你是短線一點 一一不行就走 其實就是看123.6 就是昨天 不是昨天 1月19日的低位 現在行指開出之後 就稍微 就是都雜幅震盪了 都仍是跌幾十點 這樣布24,800 那我們現在去過廣告 稍後回來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來節目時間了 恒生市場剛才一度跌過八點之後 就縮窄了一些跌幅 其實仍然是非常窄幅的震盪 跌88點 報24,863點 個別有些股份 即是科網股份 那邊有些抵開之後 都縮窄了一些 那個的跌幅 看看YouTube上面 Kristina她說 10800 中國神話 她就20.75有貨了 是不是要紙幅 你剛剛買了 現在這10.75元 我就應該超買之後 都不太建議了 現在就次序在超賣裏面 這裡變成這些位置買 那個 那個高追風險在這裡 還有你的操作會非常之難 因為這裡下面看的支持 是17.88元 其實如果你看它的走勢 就是17.88元 不穿 其實還是一個上行的走勢裏面 如果你說之後會不會下跌 那它純粹是升得太急之後 有些正常的調整 因為現在已經超賣了 那入就不太建議了 那它現在就出了 今早早 就是昨天 昨天事後 就出了一個消息 就是去年的商品煤 產量按年升5.3% 銷量是升8% 那這個也都應該是一個 的預期之內 那它的煤炭銷售量 就是按年有升一成 因為都一直在說這些 整個的價格上升的行程 那前陣子去Astops做節目 都有觀眾說 這個應該是難大聲 那的確是 因為如果你是在看一個 要去說的那些 前景發展 那大家應該都會在 Focus在新能源那邊多一些 但是這個世界就很有趣 就是其實大家持續去發展新能源 那根本呢 舊的那些 大家不想去加大投放 那而搞到呢 其實需求持續的時候 變成了你是 更加令到價格推高的 那現在其實它們 就是撐著這個行程 所以就全部 這個板塊都在 所以它們都在彈上來 我覺得其實嚴格來說 這隻不穿17.8毫八 是的 這裡 不穿17.8毫八都是OK的 如果你去短線一點 可以參考一些小時圖 小時圖支持20.4毫半 那如果真是很短線的話 就看這個 這個防守 止蝕止讚位 那麼呢 那麼呢 2-3-8-8 阻力 詩詩說 2-3-8-8 阻力 嘩 即是還在這上 這個就暫時 應該都是OK的 阻力呢 其實它 就是非常之厲害 雖然銀行股 平時沒有什麼動力 但是它們 這期就很有動力 甚至連這裡 月線圖這個底 29 月線圖的頂 即是阻力 29.5毫半 都是剛剛升穿的 所以看到它 就算非常超賣 也仍然很優力 這樣繼續上 但是 由於它真的非常超賣 所以我不是很建議這些位置 因為有時候你中間會 落一落 但是你有貨可以拿著 有貨的話 這裡最短線參考一個 紫薩紫贈位 紫贈位 應該是 就是28.1 因為這裡再上 其實就 不太適宜去再買 之後已經 Fionna 它是有和黃Ear13 還有是 3898 有蟹貨 現在走換914 還是7552 南方立志好 好 這樣就看看 現在走 那就是 我通常會用一個破位 唯有一個估出信號 首先是 應該是穿53 和52.5毫半 穿這兩個位置走 如果穿這兩個 53和52.2 那穿呢 應該穿的時候走 如果穿的時候不走 其實就代表看整個大 上市之後的底 變成 你穿的時候不走 其實就想看45.1 現在就唯有這樣做 因為已經破了兩個位置 破了兩個位置之後 其實它再下跌 所以你要看大底 因為現在變成在中間 這個位置是非常之 非常之尷尬的位置 那麼呢 還有三八九八 三八九八 算是這裡跌到40元邊 40.2 暫時跌穩了 那你用40.2來做止洩位 就是你跌了下去 你才說它止洩走 至於換入那兩隻好不好呢 那兩隻都可以的 就是海洛水泥 不過現在有點尷尬 就是它上到來 它阻力位就停在這裏 就是42.5 附近 現在停在這裏 那既然是這樣 不如如果你沒有的 你就等 要不站上去 要不就下來 因為這裡都還有些機會 就是它這樣 它的上升軌不是很斜 除非它破了上去 如果不是 那有機會 要不下來 要不破了上去 至於這隻7552 而這就是納子的反向 那更加就是 不是 這個是科子 南方納子 7552南方納子 這個是南方恆子 你是想做這個科子 還是恆子的反向呢 那首先就 講一下剛才的納子 已經急跌了幾天 很快游到下個支持 那尤其是你 這一類的產品 你是趕快時間才可以交易 假設現在個納子 開始見到夾上去 其實都走不了 那所以就 我不是太建議 那恆子 恆生科技指數這邊 那科子的話 都不太建議去做反向著 雖然但到近助力 那現在他呢 參考的座位就是5920 那不過見到 因為呢 我想我這一年 就是差不多一年左右 上年年頭之後 那應該這一年都說 不要買 到現在都開始在想 是不是有個機會 不過還未出售 那呢 我們都是持續觀望 那但是現在你見到 有更加越來越去 有資金去留在這一邊的時候 就起碼千萬不要去阻擔它先 所以兩邊都不建議做膽 然後 Ryan就說 1398 還是939 我覺得兩隻都OK 但是兩隻呢 因為其實整個銀行股 已經升了一陣 變成了 又是一些不是太陽出手的位 你等它會不會有機會落回來 或者會不會橫行代替整固 再起動回的機會 因為現在他們急升完 在超賣的階段 又是一些不太好出手 這個時候 2500 2500 9868 想看反彈機會 都是這樣 這個應該有回答過的 現在它最近的阻力 最近的30元 下面24.4號半做指示位 它現在在橫行 跌下來之後橫行 暫時來說就衰不完 因為前面已經衰了 現在你可以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9868都是一樣 這幾天也有說過 就看1月11日的低位 最短線這裡 暫時OK 前幾天跌下來之後 都開始站穩 還有就參考美股那邊的走勢 比較為準 那邊交投會大一點 1月11日的低位 硬是看這邊的 就是167 上面第一個阻力 就是194.3 17993319 Cony有 看到物館是有移動的 昨天有觀眾買了一隻1209 如果要去駁這一邊 它其實是沉入破位 如果要駁這一邊 其實就首選這一隻 3319 一來 一來就是那個武企 就是1209的武企 是國資委的內訪 還有 順便參考古籍 古籍上 古籍上其實1209高一點 不過這樣說 也正正反映著 資金的承接力度是高一點 3319應該曾經都是 它還沒有去到股王 但曾經都是非常股民熱衝的 但是整個月線圖就向下了 這月2009上市的歷史短一點 早段衝完之後 整固完 現在都可以看看是否有機會 再起動 還有如果由基本面那邊 那他們的性質有些不同 就是華陽萬象的生活 它很主要是做商場的 在國內 在深圳 其實是很多 有好幾個萬象城 甚至是 如果你看一下內地的媒體 內地的社交網站 他們很興奮 這期有些新的奢侈品店開幕 其實都是在萬象城 甚至是整個深圳的唯一一間的 Chanel 專門店 而這一期 但不是因為那些事 因為現在是內房那邊的 開始 又有個 是否OK的衝勁 所以如果要博 都會選擇 這隻 都會選擇這隻 比較好一點 1799 這期有些營起的消息 帶動下的 就跌到這樣的位置 我覺得你可以博一下 不過又是 最重要就是因為 它是一隻 已經轉了弱勢的股份 你如果要博 就是訂近一點的防守 15.46 即是19號的收市位 這個用收市計 15.46 15.46 做防守 接著上去 第一關就是16.56 因為這裡要重重鞋破 要慢慢打破 捉回底 但是我覺得有些希望 在殺完一輪之後 因為它比較小 其實整個板塊都調整了一輪 它比較小 調整的幅度就特別大 3319 有的說 其實如果你純粹看位 搏見底你是可以的 不過 就真的非常弱勢 其實1799都是 未能升穿下降軌距 但是如果你要搏的話 就是 都是啦 這些都一定是 其實股票市場上所有賺的錢都是風險日價 就是風險叫做 因為承受了風險而賺回來的錢 所以我覺得都是 因為如果你要選擇 跌到一輪一輪的那些 其實你是想搏它 有個大一點的升風 就變成了一個 就是會有一個上面被人沽下來的風險 那都是一樣 最重要是 如果它 你搏見底搏不到 最重要是12.5 如果穿了就要走了 2318 Win King Wong 說 2318怎麼看 OK的 現在這個不錯 這隻是 John少爺和Steven都選擇的 我覺得OK的 整個走勢非常之好 就是橫行底這裡整固完 昨天其實破了 它破了幾個頂 即是 這裏58.9 然後再上這個 這個都破了 64.5 昨天就正式突破了 今天就稍微落一點 但是都OK了 它連這個頂都不穿 就很漂亮 其實穿也不是甚麼 就用60.65 其實這裡看60 它旗穩60 就可以再一步一步看上去 即是用60來做這個 指賺指示位 應該可以一路推高 如果它在中間有新一個位置 你可以一路推高指賺 如果在右邊市場內 所以 Armen做到 port 還有É Strong 就完全不是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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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讓它起動力,甚至可以看小時圖 小時圖的頂部算是一個阻力,132.5 再遲一個頂部就是135 等它動起來,如果破了132.5,就開牛 推介,你想要牛還是什麼? 你能夠破上去才能購買 算了,但它其實還未能夠破 還未能夠破,可以先保住 這裡全部都是紅色 這個鎖匙有一個搜尋 你可以搜尋了這麼多個 基本上搜尋了 首先可以看膠頭 因為現在開了事務多久,待會再看 可以找一些成交額活躍一些 還有看看你的槓桿是上多少 譬如這個,67359 6倍槓桿,115收回 如果你召喚你的指示位,應該是123.6 你就預算在這裡,這個底子做指示位 現在它彈了,彈了,彈了 所以你先讓它動起來 首先我們看看產品,是否划算 67359 都要看看它的賣盤差價 還有它貼不貼價 這個都OK的 0.147、0.150 差價是OK的 因為它的巴巴再跌了 所以它現在的槓桿比率就很高 就8倍了 那你就可以用槓桿比率計算 如果你穿止蝕位,你要止蝕的時候 以這個槓桿比率 你究竟會是蝕多少錢呢 那它計算一下風險才決定 那我應該買多少呢 但是現在就不寫著 始終今早早一開 昨天沖完,今天低開 你看看一會兒還 是不是再繼續有這個力去上 看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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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都可以看一看 916 今天都跌了一點 下跌1% 916我覺得未必有 它現在還在這個區間 就是15至19 走來走去 整個半年都在這裡走 現在彈兩彈又下來 未必很吸引 除非它整固完之後 再升穿17.9以上企運 那才再想想 暫時它還在一些 即區間上落 這樣而已 就未是一些很明顯 整個大方向這樣出來 那好了,我看到 Calf也有說Netflix 對,不夠時間說 我們就 中午先回來再說 現在市場都差不多了 跌近100點左右 有報24847點 節目時間到這裡 中午再和大家看市 拜拜